在九十年代初 一个安静的沙舞 江湖中走出了一位叫做猪头的人物 他的脑袋有点远 睡影还有点粗 听说五千年的前生 还有一生好供奉 他坐在树荫上 填着将军毒 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 为生活忙碌 路人问他为什么到了现在还不醒目 他无路无路说不清楚 只要你过得比我幸福 他把纸灰放进了小腹 他用眼睛共察着失误 尽管太阳照到了屁股 一角含声呼噜噜 猪头不是猪 是个聪明的人物 把快乐带给你的他还自己装糊涂 虽然他那疯狂的身材 没有多深人羡慕 却为你无怨无悔的默默付出 猪头不是猪 是个勇敢的人物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不会把你辜负 虽然天上的星星他 怎么也输不清楚 但他会雨雨夜夜的为你守护